好的同学 接下来请看下一道题目是个混合题 文中作者提到最难发现是心灵受伤而流下苍疤 这一个是无法化解解不开的结 留在心里头可能十年二十年大脑都忘了心事的疤痕 还固执的结在那里 如果把这一段文字来解释 请推论齐轩认为妈妈心事的疤是什么 写出主张的理由 刚刚跟各位提到一个人 谁 成龙 我犯了天底下男人都会犯的事物 不好意思 周润发有犯吗 刘德华有犯吗 周杰伦有犯吗 小猪 哎哟 JJ 哎哟 陶泽 哎哟 那个 号角响起 浩子没有 阿祥 有 最有名的 王力宏 哎哟 哎哟 对吧 李静磊 王力宏在李静磊的心里头 让他留下了 永远的唱吧 台湾的学生 你知道吗 阅读有障碍 看书 看课文 三百字五百字看不完 李静磊那个几千字 一拨上来就一队人在看啊 马上follow 好 各位我要跟各位讲 齐军认为母亲心事了八 各位这是什么 同理可证 你爸爸外面有小三 你妈心里就有八 你妈外面如果有小王 你爸心里当然有八嘛 就这么一回事嘛 但是我们为了让各位 能够看得更清楚 来 我们带领着各位 快速来看一下 记这篇文章的原文 母亲年轻的时候啊 一把青丝 那青丝是指黑色的头发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唐明镜 背白发 朝炉青丝 暮成雪 一把青丝啊 梳一条 又出又长的辫子 白天 盘成了一个螺丝式的尖剂 高高的翘起在后脑勺 晚上放下来 挂在背后 我睡觉的时候 挨着妈妈的肩膀 我的手指缠绝链 我知一直在说 我记得这是双书牌 生法的香气 混合着 这一个字 头老师就在这里 做一个修正 这可能是太像了 因为这打成双昧牌 双书牌 双书牌生法油的香气 混合着油垢味直熏着我的鼻子 有点难闻 就有一份母亲陪伴着我的一种安全感 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各位你知道吗 很多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 特别需要安全感 那个安全感可能是爸爸的手 可能是妈妈的手 可能是爸爸的肚子 可能是爸爸的胸膛 可能是妈妈的肚子 可能是妈妈的腿 可能是维尼小熊 不见得是我们习大大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他可以透过这东西 得到一个安全感 得到一个安全感 每年的七月初七情人节 母亲痛痛快快的洗了一次头 乡下人的规矩 平常日子呢是不能够洗头咯 洗了头啊 脏水流到了阴间 阎罗王要把他储存起来 等你死了之后去喝 只有七月初七洗的头 脏水才能够流到东海 我天哪 各位同学啊 那那那以前等一年时洗一次头 就崩溃好不好 那个头 那个头不臭死了吗 那真的叫臭头 所以一到七月七 家家户户的女人呢 都要有一大半天 劈头散发 有的女人 劈着头发 美的跟葡萄仙子一样 有的却像个丑罚怪 比如我的五叔婆吧 她很矮 又干干瘪瘪 头发掉了一大半 却用 墨炭 画出了一个 四四方方的 额角 又把树皮式的头顶 全抹黑了 洗过头之后 墨炭全眉了 亮着半个光秃秃的头顶 剩下后脑勺的一小撮头发 飘在背上 同学啊 这一段文字的叙述 让我想到了 让我想到了 新爷拍得不定 功夫里面的火云邪神 各位像不像 其实还蛮像的 光秃秃的头顶 后脑勺 一小撮头发 飘在背上 在厨房里啊 摇来晃去啊 帮我妈妈在做饭 我连看都不敢 冲她看一眼 可是 我妈妈 乌溜溜的 揉发 像一匹 段子似的 垂在尖头 微风吹来 一溜溜 溜溜溜 溜溜 那短发 不时轻浮着她 白嫩的面颊 她眯起眼睛啊 用手背 拢一下 一会儿又飘过来了 她是近视眼 眯凤眼 啊 眯凤眼的时候呢 格外的俏丽 我心里头在想 如果爸爸在家 看到妈妈这一头 乌溜溜的绣发 一定会上街买一对 亮晶晶的水钻 发夹给她 要她戴上 妈妈一定会戴上一盒 就不好意思摘下来 就不好意思地摘下来 那么一段 那么一对啊 水钻夹子 不久 就变成 我打扮新娘的头面了 父亲不久回来了 但是他并没有买水钻发夹 带回了一个小三 带回了一个姨娘 这一个姨娘的皮肤 又细又白 一头如云的楼 一头如云的楼板 比妈妈的还要乌 还要亮 还要黑 还要亮 两鬓 像残义似的 遮住了一半的耳朵 梳到后面 挽了一个大大的 恒爱丝迹 像一个大蝙蝠啊 掩盖着她的后半头 她送母亲呢 一对翡翠耳环 母亲把她收在抽屉里 从来不带 也不让我玩 我想大概是她舍不得带吧 我想大概是她舍不得带吧 我现在变同老师的我 我想如果我是她 我也不会带吧 了解吗 我老公带了一个女人回来 这个女人送我的东西 我会想带吗 各位 这个道理很简单吧 我们全家搬到杭州之后 母亲就不必再忙厨房了 而许多时候 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 我的妈妈的头后面 梳得像个螺丝啊 像个螺丝剂儿 实在是不像样 所以父亲呢 要改 希望她能够改梳另外一个式样 母亲呢 就请她的朋友张伯母 给她梳了一个鲍鱼头 当时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 我娘才刚过三十 要打扮成老太太 姨娘看了 抿着嘴笑 父亲就皱着眉头 各位 心不如旧啊 很多男人迎心弃旧啊 这个爸爸忘了一句话 昭康之妻不下坛啊 父亲皱着眉头 我悄悄地问 妈 你为什么也不输一个恒爱诗迹呢 带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环呢 妈妈沉着脸 你妈是乡下人 哪里配书那种摩登的头 哪里带着上那讲究的耳环呢 各位其实这个讲话的口吻 应该是有一点点生气的 姨娘洗头绝对不会只挑七月初期 一个月啊 就洗了好几次的头 洗完之后 一个小丫头在旁边 用一把粉红色大羽毛 青啊大羽毛扇 轻轻地扇着 轻柔的法师飘散开来 飘得人 起一股软绵绵的感觉 爸爸坐在紫檀木榻的床上 端着水烟筒扑扑地抽着 不时偏过头来看他 眼神里全是笑 各位你知道吗 女人的头发 往往可以欺骗男人的感情 高中课程 有一个女人在梳头发 有一个男人靠在椅子上 看他梳头发 产生了一股爱恋之心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答案 丘兰克传里面的红服女 丘兰克 斜靠着 在看他梳头 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意 女人尤其梳头发 其实是很妩媚的 结论 将来各位女同学 请不要在搭捷运的时候梳头发 也不要在搭公车的时候 出头发 也不要在公共 这个交通工具上 化妆 各位那真的地点不对 好不好 地点不对 好的 那么姨娘抹上了三花牌法油 香气四溢 然后呢 坐镇了身子 对盘子 对镜子盘上了一个 油光闪亮的恒爱丝气 我站在边上 我都看傻了 姨娘递给我一瓶三花牌法油 叫我拿给妈 我妈把它高高的摆在储备上说 这种新式的法油 我闻了就反胃 什么意思 我闻到这种味道 我就反胃了 各位即便不反胃 也会反胃了 即便很香 都变臭的 就这个意思 小三 就这个意思 母亲不能够常常麻烦张伯母 自己梳出来抱鱼头啊 紧绷绷的 跟原来的螺丝剂相差有限 别说父亲 连我看了都不顺眼 那个时候姨娘请了个 包梳头的刘嫂 刘嫂头上插了一根红色的 大红签子 一双大脚丫子 拖着又矮又胖的身体 走起路来 气喘呼呼的 她每天早上十点钟来 给姨娘梳各式各样的头 各位你知道吗 其实梳头是很专业的工作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太监 你知道吗 李连英 小李子 你知道小李子李连英帮谁梳头啊 慈禧太后啊 我告诉各位 不得了的工作啊 因为以前每个帮慈禧太后梳头的 任何一个 太监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这个刘嫂啊 会梳各式各样头 凤凰纪 雨扇纪 童心纪 厌尾纪 常常换样子 衬托着姨娘细节的肌肤 鸟鸟亭亭 水舌腰 越发隐得 我爸爸笑眯了眼 刘嫂劝母亲说 大太太 你也输个时髦 时髦一点的诗样啊 妈妈摇摇头 想也不想 就不回答 她绝洗了厚厚的嘴唇走了 母亲不久 由张伯母介绍一个 包书头的陈嫂 她的年纪比刘嫂大 一张黄黄的大扁脸 嘴巴里 两颗闪亮的金牙 露在外面 一看 就是一个爱说话的女人 她一边书头 一边几里哐啦 从赵老太爷那边的大少奶奶 说到李参谋 的三姨太 母亲像个闷葫芦似的 一句话也不搭枪 但是 我喜欢听这些八卦 我听得很有趣味 有时候刘嫂跟陈嫂一起来了 母亲和姨娘就在狼前 背对背 一起书头 各位为什么背对背 不爽 听到姨娘和刘嫂有书有孝 这边的母亲啊 我妈在睡觉 闭目养神 晨嫂越书越没劲 不久之后 狮子不来了 我很清楚的听到她对刘嫂说 这么老古董的乡下太太 书什么包书头 我都气哭了 可是我不敢告诉我娘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我就垫着矮尾凳啊 来帮我妈妈书头 书那个时候最简单的抱鱼头 我踮起了脚尖了 从镜子里望着母亲 她的脸龙已经不像 在乡下厨房里 忙来忙去 那个时候风吻亮丽 她眼睛停在镜子里 望着自己出神 不再是眯凤眼的笑了 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 一溜溜的梳理着 可是我已经懂得 一把小小黄羊木书 再也理不清 母亲心中的愁绪 为什么 因为父亲在母亲的心里 留下了一个伤疤 因为在走廊的那一端 不时的飘来 父亲跟姨娘 狼狼的笑语声 我长大出外读书后 寒暑假回家 偶然帮妈妈梳头 头发捏在手心 我倒是觉得 妈妈的头发是越来越少了 我想起幼年 每年的七月初期 看到妈妈 嗚溜溜溜的秀发 飘在两间 她脸上快乐的神情 心里头 我是一阵一阵的酸楚 母亲看我回来 愁苦的脸 却不时展开了笑容 无论如何 母女相依的时光 总是感到幸福的 我在上海 求学的时候 我母亲写信告诉我 她得了风湿 手抬不起来 最简单的 螺丝记 都盘得不成样 只好把稀稀疏疏的几根 短髮剪去了 我捧着信 坐在寄宿的宿舍窗口 漆淡的月光里 我非常寂寞的掉着眼泪 深秋的夜风吹了过来 我有点冷 我披上母亲喂我吃的毛衣 我浑身暖和起来 可是我的妈妈老了 我却不饿在她的身旁 随事着 她剪去了稀疏的头发 又何尝 剪去满怀的悲戏 爸爸跟姨娘在那边笑 妈妈孤孤单单 却输不起一个 简单的法剂 不久 姨娘因是来到上海 带来母亲的照片 三年不见 我娘已经白发如影 我呆呆地凝视着照片 满腔的心事 无法向眼前的姨娘倾诉 她似乎很体谅 我私母之情 叙叙叨叨跟我谈着 我妈的境况 说妈妈的心脏不太好 又有风丝病 体力已经大不如前 我低头默默地听着 想想 她就是 让我妈妈一生不快乐的人 但是 我现在已经一点都不再恨她了 因为自从父亲挂了之后 母亲跟姨娘 反而成了混乱相依的伴侣 我妈早就已经不恨她了 我再仔细看着她 她穿着灰布棉袍 并边戴着一朵白花 紧后垂着 不再是当年多姿多彩的凤凰计 同心计 而是简简单单的香蕉卷 她脸上脂粉不湿 显得十分哀气 我不禁对她起了无限怜悯 因为她不像我妈 是个自甘淡薄的女人 她随着父亲 享受了近二十年的荣华富贵 而在父亲死亡之后 她失去了一棒 她的空虚与寂寞之感 应该比我妈来得更严重吧 来到台湾之后 姨娘变成了我唯一的亲人 各位为什么 因为妈妈也走了 我们住在一起好几年 在日式房屋的长廊里 我看到她坐在玻璃窗边梳头 她不时用拳头 垂打着自己的肩膀 说算得很啊 真是老了 老了 她也老了 当年如云的青丝 如今也渐渐的落去 只剩下一小把 而且 已杂有丝丝的白髮 想起在杭州时 她和妈妈背对背书头 彼此连讲一句话都没有 这种仇恨日子 时间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人世间什么是爱 人世间什么是恨 母亲已经去世多年 垂垂老须的姨娘 终将走向同一个渺满不可知的方向 她现在的光阴 比谁都来得寂寞吧 我愣愣的望着她 想起她美丽的恒爱诗迹 我说 让我来替你输个新的事样吧 她悄然一笑 我还要那时髦的事样 干啥呢 那是你们年轻的事了 我能够长久的年轻吗 她说这话 转眼又过了十多年 我也不再年轻 对人世的爱 增贪吃 已经是木栏 而且无动于衷 母亲离开我的时间 很久了 姨娘的骨灰啊 也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 这个世界什么是永久 又什么是我们值得 又什么 有什么 是永远 又有什么 是值得 我们来认真面对的呢 OK 这位同学啊 我们呢 看完了这一篇文章 叫做记 那么回过头来 再讲 推论一下 齐君认为 母亲心事的巴 各位 这个巴 是谁造成的 简单的说起来 这个巴 毫无疑问的 是爸爸造成的 是姨娘造成的 是爸爸 带回来 自己在外面的女人 整个家庭的氛围 就不对了 各位同学啊 这里面提到 要你写三十到四十字 姨娘介入了父母亲的感情世界 因为母亲长期受到父亲的冷落 你们都在那里笑呵呵的 留着我一人在这里 父亲啊 跟姨娘的爱 大概残眠了二十余年 各位母亲啊 心灵受创 变成了永久的伤疤 成龙 鬼话连篇 王力宏 鬼话连篇 你们造成 林凤娇 你们造成 李敬磊 心里头的伤疤 各位同学啊 你要如何去弥补这个伤疤 这是 男人 应该认真面对的课题 好不好 那 你不要造成人这样的伤疤 你就不用 好不好 来面对这个课题 大头要思考 小头别乱来 结论 好不好 今天 有关这一个文章 的混合体 我们跟各位讲解到这个地方 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